很多时候啊 我们总是把太多的关注点放在未来 好像你的今天都是在为未来牺牲 你的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未来做打算 都在为未来做准备 都在为未来做计划 所以你的今天一直是被你忽略的 然后你的关注点永远都放在那个未来 但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叫个未来 永远不来的才叫未来 实实在在的 真实的是当下 是现在 然后你是在牺牲真实的这个现在 真实的这个生活 真实的这一分一秒 在为那个缥缈的永远不来的未来 在做打算 这比这样其实是非常划不来的 而且你的那个永远缥缈不存在的 永远不来的未来 恰恰是由你这个真实的当下决定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本末导致 人应该好好地活在当下 好好地享受这个此时此刻 然后好好地认真的用心的对待 眼前的这个人手中的这件事 当下的这一刻这一刻的生活 然后未来就是由每一个当下延续出来的 带来的那个未来 当你真心诚意的用心的对待此时此刻 每一个此时此刻积累起来就叫人生 所以你用心对待每一个此时此刻 你就等于诚心诚意的度过了一生 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啊 我观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身边的人 我发现我们总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幸福这个事情啊 应该是等到明天来实现 啊 等到明天再去幸福 等到未来再去幸福 你会发现你身边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的 等我挣到多少多少钱 老子就啊 该该干嘛干嘛去了啊 然后等我这个职位爬到什么时候 这下我自由了啊 等我买房买车了 然后我就能够很潇洒的生活了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总是把那个幸福不断的在延迟 你总觉得你要做好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你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目标 然后你才有资格幸福 但是在座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不要等到明天去幸福 因为明天之后是又一个明天 然后不要等到未来去实现某一个梦想 因为当你说未来要实现某一个梦想的时候 未来永远不来 所以你永远不会去实现那个梦想 因为总有一个明天让你推卸你的梦想 总有一个未来让你在延迟你的幸福 所以不要等到明天 不要等到未来 就从现在开始 好好的去生活 好好的对待你自己 好好的去发现和从事你想做的事 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让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 不要等到下一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